很多人講說 有一天18%會國葬 你用改革 等於是國葬來把18%革除掉 我們如果要鼓勵人才 進入政務進行來做事 你可以給他很高的待遇 政務官不只應該有18% 他連推薦都不應該有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我們不要在其他人 這些都是歷史的雜誌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制度 要把它打正 今晚八點 國民大會 多謝